各位我們今天來聊 人生到底有多久可以等待 我今天早上跟我朋友吵 不算吵架啦 因為很好的朋友 我在做這個奇異果蘋果汁 切一切丟一丟 我討厭用吃的 我覺得好像蠻吃的 我有加蜂蜜 我懶就比較喜歡喝的 我就是在炒作喔 我原本說那個年底的演唱會嘛 他就說 你什麼準備都沒有 你還想學別人辦演唱會 印刷想了嗎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怎麼賺錢 我說我們也要賺錢 他就傻眼了 反正就是 他的意思是覺得說 我什麼都沒準備好 要憑什麼要學別人辦演唱會 啊我的想法很簡單 因為我去年辦粉絲見面會 也有40個人來啊 我就想說 就是一個粉絲見面會加演唱會 和樂融融的 然後想要欣賞珠寶 可能去旁邊欣賞也可以啊 我員工也來幫忙啊 複合式的見面會嘛 像我上次辦的 大家都很開心一直在笑啊 玩遊戲的環節啊 還有抽獎環節 大家都很開心 我跟他聊天也很開心 但是有一個環節我設計錯了 就是粉絲有了 太多話想跟我講 有時候一講 講了20分鐘 然後旁邊的人就幹掉了 就是要做了才能從錯誤中去改進啊 每個人都說 我會準備好再出發 我會準備好再出發 他媽的你都死掉了 為什麼很多人學生的時候很厲害 出了社會以後不厲害 就是因為 太完美了 小時候太完美 長大了 有偶包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他就是不去採取行動 我今年底可能就採取行動 然後再隨從行動裡面 吸取錯誤的教訓 我的人生 一路走來都是這樣啊 那下次再改進嘛 對吧 像我現在想到一個方法啊 我演唱會開下去 直接送一支30萬勞利士 好不要廢話 直接抽獎 30個人來就30個人抽一支勞利士 對 今天不是說信義區什麼離泰院 才撒10萬塊台幣吧 造成轟動5萬個人在瘋搶10萬台幣 媽 我直接送一支30萬勞利士好不好